各位朋友,各位网友,你们好,欢迎来到红人馆,我是小范 今天重温星期日播出的星心不息葡萄成熟时的下半部分 五组对决,有些赛果大家未必一定认同,亦有一些很接近的赛果 观物论是怎样?对于我们观众来说,可能看胜负不太重要 不过我认为对歌手来说,他们很着重胜负关键 除非他们本身赢过一首金曲,如果未赢过的话 肯定很想争取在这两三个月里取得一次金曲的机会 其实当晚很多歌曲我自己都在比赛中唱过,都比较熟悉 其中这首《王凯琴的语中的暖人们》黑琴翻唱 其实这首歌是王凯琴自己在国内肯定是最出名的一首歌 除了本身这首歌好听之外 我认为另一个原因就是周星馳在《破坏之王》里面 也拿了这首歌给吴角敬改篇 做了一首《李是我心上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如果没有,大家可以上网搜索《李是我心上人》 所以但凡周星馳电影里出过的音乐 都可以说在国内很多人知道 所以黑琴这首歌除了他改篇得很有心思之外 他最喜欢的就是在琴手旁边 感受琴手的节奏去唱歌 亦配合这首非常红的一首歌 所以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唱歌方面其实我不觉得他这次是特别的设计得好 亦是正常的发挥 比起他之前不同的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不算是黑琴唱得最好的一首歌 但他在设计的心思中赢了 至于Mike和毛不易的《尼敦道》 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少人去投呢? 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都是因为这首歌比较少人认识 如果在香港 如果你又不是太年长 其实都应该有听过《尼敦道》这首歌 也是《红卓纳》最出名的一首歌 也是很有画面感的 第一句已经觉得整个画面都出来了 街边太多人与车 又有街边又有人又有车 如果我们在香港对于《尼敦道》 当然是有一个情怀 不过对于国内来说 就未必有这么特别的感觉 如果以电视节目里听到的版本 其实是唱得不错的 这首歌尤其是这首歌 从来没有幻想过变成一首合唱的曲目 所以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很新鲜很大的惊喜 也有很多不同的网上的传言 就说可能是麦当场的时候 就和毛不宜的合作失手了 所以就变成了得分那么低 但这个永远都是一个迷 永远都不知道 如果我純以电视播出的片段来比较 其实我觉得是有得坎 《与中的戎人门》和《尼敦道》 所以为什么这么高分这么低分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anyway 都是恭喜哈勤 努力了很多场 也都是累积这么久以来 很多不同类型 很有深思的编曲 来到这一集 终于就得到金曲了 至于阿Nem的瑞琳明白我 对着千华和刘石军的葡萄城熟市 其实这个比拼我觉得是 都是有得坎 说真的那句 因为阿Nem这首歌 其实他自己本身一向以来 都是以这个技巧先 如果以我一直以来 听阿Nem的歌 感情它当然也是很丰富 不过你会多少给他的技巧 那个演绎 概括了他感情的发挥 这次这首瑞琳明白我 他就没有放很多技巧 进去 就放很多很多感情的投射 亦都是出了一个很感慨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很多小提琴 很软色 很忧伤那种感觉 就是唱给你听 谁可以明白他 是很有画面感 很有很多感情 不过阿Nem一直以来 赢都是赢技巧先 至于刘石军和杨千华 这个葡萄城熟市 因为在网上 偶然又看到杨千华 继续被人攻击 又说他如何毁割 破坏了Eason首歌 亦都说 key 的问题 亦都 这些我纯粹是转达一些 我看到一些网民很多的留言 亦都说 如何将那些高音 留给刘石军唱 避开高音 其实在我眼中 这些好像全部都不合理 因为我看完之后 当然在这个网络世界一段时间 有些东西可能是真 有些东西可能是假 我都是用自己的 常识或者知识去判断 究竟是真假 所以我都把这首歌 听了很多次 但是发觉 其实那些网民的攻击 大部分都不合理的 根本上 亦都是人云亦云 A见完B说 B又自己作的东西 和A的观点差不多 那变成了一传十 十传八 就好像这件事说到是真 其实 在首歌的分段里面 其实他们是一人唱了一段 因为葡萄城属时 本身首歌 在每一段的最后一句 就是最高音 其实千华和刘石军 都是一人唱了一次 至于去到第二次的时候 就由刘石军唱的主音 千华还用了一个 比较高音的和音 去和刘石军 所以根本上就不存在 那些高音就被人唱了 首先 另外 一些人也都说 Key 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Key 是非常好 是刚刚好 因为本身 我不知道留言的观众 究竟有没有唱歌 也都是 究竟对这首歌 究竟有多少认识 还是真的听人说 自己又说 其实葡萄城属时 这首歌 一开始的主歌部分 是很低音的 甚至男生唱这首歌 都会有些字 是听不清楚的 所以其实 这首歌 首先 不可以认识得太高音 因为没有了低音的感觉 也都是去到最后一句 是颇为高音的 也都是 去到 过了两段主副歌之后 再来个Bitch 也是高音 所以其实这首歌 一般 男声和女声唱的Key 我想是 fixed了 男生的Key 大部分人都会唱 Eason的Key 或者可能是升一个Key 我认识到最多的Key 都是这样 因为再升的话 去到后面的高音 唱出来应该就很难听 而且Damp的部分 就没有了感觉 所以其实我反复听了很多次 我觉得Key 是很正常很合理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些网民 为了攻击而攻击 又说听到他的声音 就立刻关闭电视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不喜欢他 你说千万个藉口 其实可能都是不合理的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因为立场 所以不喜欢杨千华 老实说 这首歌 也都是这么久以来 我看《星生不息》 其实杨千华一直以来 在合唱的曲目 都发挥得挺好的 这个是实话实说 也都我想很多观众 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包括由高山低谷 也都跟Gigi的勇 其实一直以来 那个合唱的水平都不差 挺好的 我觉得是 比起他个人的发挥 得出来的效果是更好 而且都是他的和音 都唱得挺不错的 说真的千华 所以这里公道一点 其实这首歌 是唱得不错的 所以就继续被人攻击 都没办法了 始终都有一群 喜欢留言的 有立场的人士 就彷彿把自己 代表了大部分的香港观众 好 接着说一说 阿周柏豪 就对着 这个《甘心替代理》 安琪 再加上这个《可爱教主》 其实在我眼中 这个都是一个 小小弱对弱 柏豪本身就 唱歌方面 真的没有什么 很特别的特性 就是没有什么特性 所以就 你不会说 听到某些歌 会很容易 听得出他是周柏豪 也可能听完他首歌 就说不出 那首歌 口听在什么地方 当然我不是说 他唱歌很难听 他只是一个 唱到歌的歌手 但是如果你说 去到比赛和阿坎 是吃虧的 那唱这首 一击即中 其实就 我不可以说 他是选错歌 因为我想他的能力 其实是 唱这些歌 会 发挥得比较自愈 一些 就是第一歌技巧 不需要用太多 而且他加些肢体的语言 也比较容易 炒热到的气氛 可惜他又输了给 可能也是一首 他自己比较熟悉的歌 《甘心替代理》也是 他上一年在《星夢》的时候 指导过 Hugo去唱的一首歌 他也有跟Hugo合唱 所以他输了给这首歌 其实挺搞笑的 我反而想看周柏豪 唱《甘心替代理》 尤其是男生唱这首歌 可能那个感觉会大很多 比起两位女生 所以就有少少 可惜那少少 就是唱一击即中 而且这首歌 他刻意做一个高潮位 在后面 也都不够爆了 他做那个位 很明显就是想做个高潮 但是那个高潮又不够爆 那变了整首歌 就普普通通正正常常的唱完 又未去到一个可以和人砍的水平 至于《甘心替代理》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手 都翻唱过这个 就是女生 香港的女生 国内的很多综艺节目的参赛者都唱过 所以这个版本在我眼中 就是普通一点 安琪和可爱教主 普通 还有感情我不觉得 是投射得很多出来 所以就 弱对弱 可能都是好事 如果很强对弱 反而出来的 赛果大家又不会太紧张 至于另外一个对女 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一动对一静 就是周不畅的你一半我一半 对着善依纯的为你钟情 说到这个你一半我一半 其实都算是彭宁里面 最冷漫的一首歌之一 因为我自己也是彭宁的 一个忠实涌等 但是这首歌我真的 之前从来都没听过 当然那支碟我有听过 是一枝花 本身那首主打派台的一枝花 就很好听 那个节奏旋律都很入脑 也是同样可以炒热到气氛 所以他选手这么冷漫 而最后又赢了 我都觉得挺意外 不过我觉得 现场的设计都帮了周不畅不少 尤其后面那个大屏幕 有一个画面 一直有些花 到最后就 上面噴了花 整件事就很有画面感 和他在台上跳下跳下 炒热到气氛 至于阿善依纯的这首《为你钟情》 其实都是我整晚里面 差不多最熟的一首歌 因为本身这首歌的作曲人 都是我一个长辈来的 是一位资深的大律师 大家可能如果对这首歌不熟 可能我现在这么说 你们都未必能够相信 作这首歌的人 其实现在是一个资深的大律师 当年就作了这首歌 给哥哥 这首歌我自己都比赛唱过很多次 其实我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 都是用一种极度温柔的感觉去唱 最能够表达到这首歌 那去到善于唇这个版本 它是因为配合自己的强项 加一些R&B 加很多扭音 加一些扭音 加一些扭音 那变成了 我觉得这首歌 当然它那个演绎部分是好的 但是你说加那么多技巧 下去这首《为你钟情》 我又觉得好像 在那个情感表达方面 又做得 不是很能够表达到那首歌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输就是输了在这里 不过技巧方面 绝对是看到善于唇是强的 真的 至于去到这个终极战 大魔王对大魔王 就是李健对叶善文 其实这首歌 也都是这个对决 也都是有点像黑勤那样 就是赢了在设计方面 我自己觉得 尤其是李健本身 如果大家有了解到他的背景 他的学历就超级的 所以对于这个水中花的歌词 本身已经是很私情画意 如果大家留意的歌词 花、云、水、雨、风 全部都在这些歌词里面 国内的听众肯定 就听到很有画面感 他一开始就加一首股诗 宋朝的一首股诗 碗溪沙 亦都是一些风景的感觉 所以整件事是做得很完美的 再加上他用自己擅长的国语去唱 所以你说他赢了叶善文 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但是之前某些对决 他对其他人用广东话 赢了一些可能香港歌手唱的广东话 我始终都不能够很接受到 但是来到这个对决 他赢了我觉得很合理 尤其是编曲是做得很好 再加上阿Lam加段词 所以整件事是很完美的 至于沙里这首《情人之己》 都可以说是我在沙里这么多首歌里面 我不是说他这个声声不息的节目 是他整个世人的所有出过的歌 《情人之己》都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亦都是百听不厌 就是有些歌 我不知道大家听歌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有些歌 他唱得很厉害 那些歌 哪个歌手都是 有时候你不能够把那首歌 不断重复听十次八次 你会觉得很heavy 但是《情人之己》 是令到我很多年以来 都会不断重听的一首歌 他这个演绎也是 我没有去看很多他现场的版本 但是我应该认为 他从来没试过 有这一类型的编曲 去做一个吉他版的《情人之己》 所以整件事是很新鲜 不过我始终都是比较喜欢 原本那个版本的《情人之己》 这一集就先到这里 整晚我自己 最喜欢的演绎 其实我自己觉得 应该是《尼敦道》 很老实那句 也是全晚支持度最低的首歌 因为我本身对这首歌都很喜欢 其实很多首歌都很喜欢 不过《尼敦道》我是特别有感觉 还有他在茶餐厅和街景 投了几句 已经令到我能入到整首尼敦道 不过没办法 我们又不是现场观众 应该说我不是现场观众 那就投不了一票 如果我在现场 我想 麦对李克勤这个对决 我想如果真的 大家听到的电视机版本 我想我会投《尼敦道》